麻油鸡腿饭 需要的食材有鸡腿 长糯米 姜还有枸杞 是的 调味料的部分需要的是麻油 蚝油 酱油糕 米酒还有水 让我们来重复一下 麻油鸡腿饭的做法 锅中加入适量麻油 将老姜切片入锅编制卷曲 将鸡腿肉入锅炒至九分熟 加入枸杞 酱油 米酒 酱油糕等调味料及适量的水 将事先蒸好的糯米入锅 与酱料一起拌匀 戴上手套将糯米均匀拨散 做好的麻油鸡腿饭 摆入锅中雏形 最后倒扣在盘上就可以完成咯